在希布决在希拜金州勇士之后,65升的修斯多火箭只剩下不甘心,于是在这个夏天火箭完成了大化险。 他们送走了33岁的阿里扎和32岁的巴默特,以及36岁的乔约翰逊,之后莫雷也见了更加年轻又便宜的28岁丰县的詹姆斯·恩尼斯,为三号位签了一把火。 随后莫雷又为灯泡组合,买了一个保险买卡威,它是第三传球点。 加上卡梅隆·安东尼又和老鹰完成了买断,他已经在24小时内加入火箭,年薪仅仅为240万美元,截止到明运火箭的三部曲应该是可以完成了,他们的阵容变得更有活力,同时火箭的引流还未结束。 他们又瞄准了新的铁闸,而且是以球队八千万毒药·安德森为主要筹码。 据NBA中名记者Rubb Kinberg从ESPN专家Zaklow那里得到最新消息,火箭最近一直在与热火密切接触,双方一直在探讨关于莱恩·安德森的交易。 据Rubb Kinberg透露,热火队的后卫泰勒约翰逊以及前锋詹姆斯·约翰逊是火箭想要的两位球员, 其中詹姆斯·约翰逊是火箭梦寐以求的球员,这个身高2.06米,体重111公斤的风险,真是每一支夺冠球队必备的拼图。 在约翰逊上三季为热火出战73场,场均上场26.7分钟,就可以得到10.8分4.9篮板,38助攻,1.0抢断0.7盖帽,投篮命中率为5,0%,3分30%, 约翰逊的球风异常铁血,进攻富有侵略性,能够持球进攻,只是外线投篮不稳定,特别是三分球,三防守端却强硬到爆炸。 他经常可以制造进攻者的失误,他的贴身防守让他们非常烦恼,如果硬要说球风的话,和火箭的大奖PJ塔克非常相似,但约翰逊是高大板的坦克,可是打球比塔克还疯狂,更因事中确实很需要这样疯狂的人,因为他该为整支球队现身,而且约翰逊在职业生涯中,一直扮演着高级篮领的角色, 抢篮板,盖帽和抢断都在行,想一想吧,如果约翰逊打三号位,塔克打五号位,安东尼打四号位,加上保罗和哈登,火箭这一炮阵容无小堪生事件可攻,腿可守,塔克阵手拦下,约翰逊四处游走,完全可以靠两人支撑器防守体系照住安东尼,让他的防守若变罪小化, 同时也能让三具投放先去输出火力,三火类或存给这两人包办,2017年7月7日,热火队和张姆斯约翰逊,达成了一份为期四年价值6000万美元的许愿协议,合同目前还剩下三年,这对于小重建的热火来说,确实是一种负担, 而安德森只剩下两年,到了明年交易截止日,安德森的合同就容易出手了,若得可以用他在后年时放空间重建,不过约翰逊确实是不错的大将,火箭若想交易来他,肯定是要付出多个选秀全家年轻球员贾安德森,妹妹此前曾报道, 莫雷不建议用安德森交易来一个长期合同,从这里就可以看出,火箭对于夺取总冠军有多么的饥渴。